网路硬碟的设定与使用 在我们新北市教育作业系统 提供了一个很方便老师使用网路方林的一个 程式 那首先你要去做设定 在做设定的时候 设定的人你必须要有管理者权限 像我目前是Teacher的身份有管理权限 所以你必须用Teacher登录 登录之后 你可以到系统工具里面 有一个网路硬碟设定 MyNet HD这一支程式 好这个时候他会要求你输入管理者的密码 我们就打管理者的密码 他会要 接下来他问你连线的方式 那大家最习惯使用的方式就是 Samba 网路方林的连线方式 他也提供了FTP和SSH的方式 所以算是相当方便 我们用Samba的方式来连 请输入 你网路方林主机的IP 或者是DOTNATE 两台以上请用警示号区隔开来 最多可以设三台 这样很方便老师做 管理 好我输入我现在 老司机的IP 好这样就输入完了 输入完了之后学生怎么使用 他只要到 网机网路里面 有一个叫做网路硬碟 MyNet HD这一支程式 点这里面就可以了 输入他的账号 那老司机这边我 开启的是Teacher的账号 这些账号的设定 请参考 网方的设定 这边就是 不做多说明 好 确定 当你输入 Teacher之后他就会把 这一台 机器的 List的目录就出来了 我有个Homework 进来他可能要你再打一次账号 这个是那一台机器上面你 老司机 开启分享的账号跟密码 不是这个机器的账号密码 这里要特别注意 好这两个是不一样 因为我们现在是连到别人的机器去 那这里特别注意你要立刻忘记密码 还是这一个 到登出之前 还是永远记住 就看你自己选择 一般会建议在中间 你重开机他就没有了 或者是你在这边等一下连上去 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登出 登出他就忘记 这样不会密码被记住 然后后面的 使用者会来 使用你的 网络方林 一般最不建议的是这一个 除非这台机器是你一直在使用 好按链 好就看到了 网络方林的程式 让我们也可以快速开启 这个网络方林的程式 也可以做存档 也可以存档 也可以打字 打完字也可以存档 都没有问题了 这个很方便老师的使用 这样就完成我们网络方林的连线 如果离开 这边有一个 Jub的 按钮 你只要按下去 他就登出了 刚才讲所谓的登出就是这个 很方便 很好使用 提供给大家参考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